你说的这个 我倒是真有一个 真的 林菲菲真有你的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 好 都有了 向右看齐 向前看 向前 立正 你这脚要快点啊 立正 我说的 我们口号是什么 礼仪礼貌 一荣一苗 细致周到 昭告无不美妙 人里有光 心里有火 面带微笑 生活更美妙 不错 大家精神面貌都很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安稳一下工作 进阮镇办公室 找到她的行程单 庞里有光 我们的信息 会在家里有光 当我们的信息 练成了 我们的信息 收集信息这么赚钱吗 这个转正让我入职再开除 耍我是吧 看我怎么受谁 我没想到你 哎呦 刚才会开的真累 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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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阮总 你怎么从女厕所出来的 我 我来检查 阮总 我找您八天了 您这 怎么从女厕所出来了 立刻去查 今天是谁打扫的厕所 我去跟保洁部的人说 把她开除了 不用 既然她喜欢扫厕所 全公司上下所有厕所 都让孔真一个人打扫 好 我立刻去吧 你干吗 我之前答应你 我们一人当一天软症 不是只是让你拿着钱 去给梁坤治病的 昨天你连公司都没去 有些规矩我们今天要说好 工作才是首要的 我们下班回家之后 必须要向对方汇报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 而且要做到事无巨细 我们才能应对自如 那我问你 孔真这几天在公司怎么样 他忙得很 那他适应阮氏的工作节奏吗 适应得很好 那就好 我放心了 你看啊 像这一块的数据 我之前都已经堆过了 你后面 任总总 任总好 任总好 我那天面试的孔真呢 他没来上班吗 孔 孔真 不是您亲自通知我 不让他入职的吗 所以他没来公司吗 也不是 孔真他好像很热爱我们公司 他居然加入了公司外包的保洁团队 现在应该在三楼打扫厕所 扫厕所 他怎么去扫厕所 等我找他 各部门注意 全体皆备 阮总正前往三楼女厕所 请所有正在使用女厕所的员工快速撤离 我 我 我 喂 喂 喂 怎么样 保洁工作靠谱吗 别提了 软症那个变态故意整我 让我一天刷八十多次厕所 好 菲菲 快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尽快脱离苦海吧 我可不想交代在这个洗手间 有这么夸张吗 行行行 我去找找你们主管 看能不能调调岗位 真的 谢谢菲菲 你简直就是我的活菩萨 行 先不说了 好 孔真 阮总 你 那个 那个牌子 我真的不是故意放在这儿的 您千万别跟我一半见识 也别开除 走 别走 孔真 恭喜你 复职了 现在立刻马上 去总裁办报道 杨总 您不该擅自把孔真叫回来 招令西改 对一个总裁的形象来说 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先发的指令 你怎么不说他对我的指令招令西改呢 任总不让孔真入职 自然有他的道理 昨天晚上交接工作的时候 他提都没提 我凭什么只能按照他的话去做呀 你出去吧 杨总 今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接待续日集团的齐总 待会儿千万不能出插所 续日集团 是我们拿下美帖村代理权的重要筹码 你烦不烦啊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总盯着我呀 军 阮总 慢用 可以啊 上手挺快的嘛 阮总 现在齐总已经出发了 大概三十分钟回到会议室 每帖村的资料 您再赶紧熟悉一下 一会儿我和您一起去见他 不用了 沈特助 你一会儿就去忙别的吧 我待会儿呢 我和孔真一起去 他 我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开发美帖村 齐总也喜欢这幅画案 是啊 通常人们了解这位画家 提到的都是他的谍去 而我 更喜欢他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作品 比如这幅 《空谷孤影》 看来阮总也是个享受孤独的人 一直期望能遇到一个 惺惺相惜的知己 来 请 请 陈总 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和您认识一下 如果双方要合作 人很重要 当然了 项目也很重要 所以接下来 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聊一聊 开发的具体情况 好 好 美帖村的开发权在美诺集团手中 但是美诺集团不太擅长做房地产开发 所以才对外公开地进行招 招标伙伴 目前陆胜集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陈总 陈总 阮总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不过他天天念着美帖村的开发情况 我跟在身边也多少有些了解 不如我来跟您说一说 关键的地方再由阮总补充 好 美帖村是一个十分淳朴的小村子 虽然那里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 还有独特的人文文化 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从而导致了开发的滞后 改善村民艰苦的生活环境 还有带领美帖村实现战略性转型 一直以来是我们阮氏集团的初衷 看吧 我们孩子饿了 你居洗一天马桶试试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个修毒水味呢 那你求我 我就帮你换岗位 不用了 不会是阮镇又开金手指 让你正式入职了吧 你怎么知道 真的 我上回就说他有病 这次直接确诊 确诊为什么病 精神分立 完全同意 我真没见过这么会耍人玩的老板 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昨天我给陆总发了一个软总的行程单交差 结果陆总特别高兴 直接给我转了第一期的钱 什么 这么快 所以我就说 软陆两家绝对有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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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去美帖村 姐 孔真和阮正 现在去美帖村了 孔真 他刚入职了 这阮正 一般只带沈章出去的 不像他的作风 我们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我来说 终于又回来了 阮总对这里 好像很有感情 有很多特别难忘的回忆 那公司极力想拿下 美帖村开发权 也跟这些回忆有关吗 没有 都是商业利益 是 给你介绍一下 再往前 就正式进入村子了 这边是篮球场 前面是村委会的小广场 十年了 这里一切都没有变过 那边是天王庙 还有学校和图书馆 果然 时间在这儿 就像是静止 可以啊 孔真 工作做得很细致嘛 你怎么好像 比我还要熟悉这里啊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 直到十年前 上大学的时候才离开的 你以前也住这里啊 只不过 很久没回来了 那说不定 曾经的某一天 我们可能还擦肩而过过 好好 小时候 我是村里的小透明 永远走路 都是低着头的 即便是擦肩而过 应该也不会主意到我 ων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应该是没见过 我如果见过你 我一定不会忘记 传总 我们今天来美蝶村是来考察吗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今天不提工作 陪我自处走一走 来来来 最经典的双瓶套餐来了 谢谢 我们店的这个双瓶奶跟轻补粮啊 可是店里的老招牌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尝尝 好 这样啊 你们都不喜欢双瓶奶 没事没事 没关系 我拿这个就好了 行 那你们慢慢吃啊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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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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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擦一下 你看我 好 好 看到了吧 胆酸饮料应该这样啊 有人说 在落日之前许愿 睁开眼看到满天红霞 变望就会实现 你猜我会许什么愿 你快看 日落来了 快许愿吧 来 听说梁语妖和普遍目标牌 真的假的 那就是吧 我也是听说梁语让他家来的 梁语怎么可能看上他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快滚出我的生活吧 你的影子躲在眼里 微笑面对所有回忆 假装 我会失去 不早了 丹总 你回来了 我们回去吧 不是看日诺吗 不看了 那 那个让人又哀又恨的地方呢 也不去了 公司有事 需要立刻回去 是 丹总 这么巧 你也来考察每天村 每天村的招标会 阮实势在必得 那我自然要带着助理 好好看一看了 有阮实这么强大的对手 我们陆胜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咱们就竞标会上去吧 好 你好 你能不能留在意大利语吗 你和我的朋友 如果我们离开 可以告诉我 在意大利语 哪里 是 你问他 他会意大利语 阮总不是在意大利留个学吗 是 老公 您 您可以做的 我听 你会再叫他的 告诉你的朋友 不要再迷路了 毕竟 这个村子里面会意大利语的人也不多 谢谢 谢谢 陆总 你在期待着什么 沈总 果然博学多餐 真是配合 谢谢 陆总 没想到你还会意大利语爱 你知道陆盛集团的陆总 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帖村吗 上车吧 回去了 好 我回去看 你还有理是吧 我当然有 你知道今天有多危险吗 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 陆云差点就把你给戳穿了 路上的人来了 跟我走 说好了今天我当班 你又来凑什么热闹啊 每贴村之行 再规定行程内吗 明明是你先违反了规定 你突然改变了行程 引起了陆家的警觉 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阮正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管今天是什么日子 现在立刻 上车跟我换衣服 我怎么迟到了 路运会去哪儿啊 那就要问问你招的好助理了 是 你是觉得是孔真告的命 不然呢 你为什么总要用恶意来揣测别人呢 我说的是事实 孔真 未授权 孔真 未授权 孔真 未授权 你是孔真吗 是 对不起 请你离开 对不起 你已经被开除了 任总 他们今早才收到通知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所以我又被开除了 是 是 凭什么呀 明明是你把我拉回来的 今天又开除我是什么意思啊 你应该知道 昨天露营 为什么会出现在村子 体面地离开吧 犯错了 被开了 再来 还是玩 对对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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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不要再给杨阳 任何自作主张的权利 每一次她都差点坏事 行程透露出去 在您的意料之中 您不是也早就料到了 陆胜会趁机采取行动吗 怎么 你现在开始替她说话了 其实大部分工作 杨总她完成的 还是挺出色的 比如获得了 旭日集团的大力支持 齐总已经明确回复了 她这次总算是干了一件正事 那正好 抓紧时间 你下午去一趟 滨海市旭日集团的总部 把初步计划和齐总达成共识 好 你现在是软实的人 不能随便到这儿来 这你都不懂吗 我被开除了 开除了 软总这个人实在是太难捉摸了 阴晴不定的 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 陆总 我能不能重新回到陆盛 就在销售部当个小职员 不可以 孔真 工作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 就是去软实帮我搜集资料 任务完不成 你别想回来工作 之前拿我的钱 也统统给我还回来 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 出去 自己想办法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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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需要帮忙吗 你挡着我后视镜了 好 好 我刚拿到驾照 要是遇不到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 这是怎么了 那些追债的又来了 追债的人 孔真 你也知道你爸欠债的事情 还是说家里的钱 是被你俩合起来 一块败光的 好了好了 这个事跟他没关系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妈 你听我解释 当初你爸妈去世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完成 对他们的承诺收养了你 又把你当做亲女儿一样的养了 可是把你养大了 你们倒好 你们合起来 来骗我和儿子 妈 爸跟姐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要一生气 就把那件事翻出来 牵扯到我姐身上 就是啊 这个事就是我鬼迷心窍 他是帮我还债的 爸 妈不是那个意思 他只是在气头上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两个串通一气 来骗我和孔成的 咱们家以后的日子 可怎么过呀 孔爸 臭小子 你来了 孔爸 你最近在医院怎么样啊 有没有按时吃饭 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晚上睡觉开窗户冷不冷啊 阿正也来了 这次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这次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十年了 这又看着你们兄弟在一块 我高兴 那倒不必啊 我跟他就是做个交易 在你生病住院期间 我配合他的工作 仅此而已 别这么说 你说我现在这个医疗条件 那不多亏了阿正吗 再说了 你们俩是亲兄弟 砸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大一家人 人家没把我当成亲兄弟啊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 进门了 打过招呼吗 哪点像是把咱当成一家人 阿正不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吗 我真受不了 怎么从小你们都喜欢给他找借口呢 凭什么都是我让他呀 明明他才是开车的那个人 算了 没事 杨阳 你搞清楚 是谁在求着谁做事 又是谁在让着谁 你看看 你看看 他又来了 那我在他那儿 我好像就是拖累他跟阮氏的一个大累赘 他巴不得咱们俩赶紧鬼单 别这么说 真搞不懂 当初为什么替他背锅呀 白眼了 好 祝我们莉莉二十八岁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希望莉莉啊 以后我们这年都有时有久 还有我们一起的好朋友 我听说了 你和谁是你爸爸妈妈 你买了个新手机 他们对你可真好 就是 叔叔阿姨还要带你去旅游吧 来 我们喝一个 够了 来来来 干杯 好 干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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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侧ador 谢谢 谢谢 先生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什么了 说你有危险 我说我有危险你就信 嘴硬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不用说 杨阳 走吧 我自己回去吧 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你也不用担心我会逃跑 我还需要你的钱给困霸治病呢 我应该没有关键 我先去看吧 你这么说我招待了 你几个招待了 你怎么回事 杨阳呢 她怎么样了 杨阳她 没救回来 怎么可能 我记得 我把她从水里救上来了 不行 我得去找她 八丈 你冷静一下 爸 我不相信杨阳已经死了 我不相信杨阳已经死了 你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对吗 爸爸实话告诉你吧 不仅杨阳没救过来 脸儿好她也 那天是你开的车 陆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听爸爸的 从现在起 你要把一切责任 推到杨阳身上 爸 你怎么能这样 阿成 爸爸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如果你在有什么意外的话 爸爸也不下火了 就算 你怎么不下火了 爸爸求你了 爸爸求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软症 你来干什么 你干嘛一个人喝这么多酒 要你管 今天你不是把我辞退了吗 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干嘛还来我眼前晃悠啊 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 我不想睁开眼睛就是扑面而来的压力 这都不行吗 你现在一个人这样很危险 你在我才危险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好 你不就是想喝酒吗 我陪你喝 那你给我唱生日歌 孔真 今天把你辞退的事情 对不起 我不想听 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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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有那么难听吗 谁敢说你唱歌难听啊大哥 你一句话就可以控制别人的生死 有什么事你控制不了的 恰恰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能控制的 听起来蛮可怜的 但总好过一夜之间 就欠债八十万来得强吧 今天 把你所赐 我没了工作 没有工作 我就没有钱 没有钱 我就没法还我爸的债 再过不了多久 我家都要没了 很久以前 我失去过一个家 我不想再失去了 你懂我那种感受吗 我懂 我曾经也失去过一个家 还是被最亲爱的人所抛弃 你是含着金汤植畜生的人 怎么可能 是吧 你看我说了 又没有人相信 但那的的确确 它 它发生了 好 好 安慰你一下 那我们也算是欣欣相惜了啊 来 干杯 我去结账 等我回来 一会儿送你回家 老板 多少钱 多少钱 好 老板 能不能再买我一把鱼彩 好 多少钱 你站住 站住 站住 你 愿望许下 你转身刷那 我一直都在 你会感到吗 你的微笑 成为我的依赖 孔真 有些时候不幸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 别怕 有我在 你的未来 就让我放肆去爱 隐瞒你回忆空白 我许你时间一迈 别害怕 吃饭了 bother 阮正 我们十年没见了 有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你为什么又把孔真给逼走了 你知道他现在有多惨吗 他今天过生日 他还要处理家里面的债 晚上一个人喝闷酒 他连一个陪他过生日的人都没有 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别人痛苦啊 我痛苦 孔真痛苦 坤霸痛苦 难道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你那个高贵的优越感吗 我会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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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小姐您好 我是阮氏集团阮总的特助 沈章 阮氏集团想重新聘请你回来上班 实在抱歉 还请您今天再次到阮氏集团报到 减没兴趣 孔 阮总 孔小姐她 我听到了 接下来怎么办 从梦还梦到这个 真委屈 妈 这也太素了 你不知道咱家最近发生了啥事吗 不是 不会是崔寨那些人 又来要找我 你别过来嘛 过来 你别过来嘛 过来 哎呀 您好 我是来找孔真的 我是孔真的爸爸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 孔子 你怎么来了 沈章已经通知过你了 我是来叫你回阮氏上班的 你不是昨天才把我开除吗 怎么 你讨厌我 想捎玩是吧 讨不讨厌你 是我的个人问题 与公司是否录用你无关 行 那我希望你这一次说到做到 跟我走 foliqu 不要和那些争许 我要向王 灯 谁啊 实际上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你的效率很满意 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刚刚我已经给你转过账了 陆总 我什么都没做 这钱我受之有愧 你不用多想 先拿去把债还了 保护家人要紧 陆总 这钱就当我跟您借的 以后 快尝尝 原来你是软食集团的总裁特助啊 没有 你别光看我 你也吃 你先吃 你没吃到什么吗 吃到什么 你 你张嘴我看看 你张嘴 我嘴里都是奶油 吃得怪了 什么东西啊 不是 那去哪儿了 是不是被我吃到肚子里了 不会吧 你 你 审账 你干吗 原来是服务员搞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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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那我 那你 但是 我也不是什么胆小鬼 菲菲 相信我 我会让你幸福的 嫁给我 好吗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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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正 你有病吧你 嫁给她 嫁给她 翠翠 翠翠 好啊 什么不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快吃开了 祝你生日快乐 我听话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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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你成心的吧 高不高兴啊 那我这么给人不过生日的 别生气嘛 看 还有礼物呢 连个蛋糕都没有 别跟我提蛋糕啊 提起这事我就一身鸡皮疙瘩 蛋糕又怎么着你惹你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沈章 沈章 你还认识她 什么情况 就那天晚上 她把戒指藏在蛋糕里 跟我求婚 我们才见了几面呀 只不过就是 林菲菲 你给我老实交代 那天晚上放我鸽子 你干什么去了 我 我 就不就是出差我运嘛 遮遮纳纳的就 见色忘义 本性难改啊你 真的啊 我林菲菲行走江湖 这么多年 我头一次遇见 这么个榆木脑袋 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会有这么奇葩的人 还口口声声说要负责 我 我 我真的 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么不淡定 看来 那个沈帅哥 还是有点本事在身上 算了算了 别提他了 来来来 快看看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喜不喜欢 当当当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出现 你究竟在哪儿 好香啊 香 来 再来一口 来来来 这医院的菜根本就没味道 来个鸡腿 来来来来 这含死我了 来来来 兰昆 求我呀 凉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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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